桃园复兴乡果农说 十颗庄约2.5斤水蜜桃 市面上一盒卖400元 也就是一斤160元 但他们卖给盘商一斤才将近60元 不禁自嘲拉拉山的水蜜桃越有名 盘商笑得越开心 三观果小发现剥削问题 决定由师生们推动合作农场计划 学生到果园见习清净农场 学校透过社群网站帮部落卖水蜜桃 产地直销减少盘商的剥削 果农大部分是孩子家长 校方说帮家长等于帮了孩子 我们的学生的家长大部分都是务农 所以主要的经济来源 就靠这些五月桃的产量产季的时间 所以我们如果来帮助这些部落家长 来行销这些水果的话 其实也在帮助我们的孩子 也帮助我们学校的教育 我们希望给孩子一个很好的 优质的学习环境 三观果小在社群网站架设三观五月桃 除了帮忙促销之外 可以看到网路上 学生跟家长之间的互动 像有的孩子写着 爱我的妈妈为了我 为了我们土地的健康 栽种了好吃又安全的桃子 还有的写下 三观春里的农忙旗 大家都出动来帮忙 可爱的阿公们也细心的帮忙包装跟运送五月桃 甚至还有人将前往农地的路途不但遥远 且路况不是很好的影片 都po在网路上 让孩子了解父母种植水蜜桃的辛苦 也能用网路帮忙促销 从这个课程的学习里面 小朋友学到了以后 将来他们长大了 在经营自己的水果的时候 可以利用网路来行销自己的水蜜桃 复兴香 椰亨 沙伦子等三个部落 约20多个果农加入三观五月桃计划 也因为三观国小在网路上帮忙促销 让他们今年修成比去年好上一倍 因为这次学校真的是 有一直促销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产量越来越多 然后每天宅集片 大概有时候两台车子 所以我对我们的民众实在真的是有帮助 果农为了感谢学校的帮忙 合作农场收入20% 将作为学校教学活动及毕业旅行等经费 也因为水蜜桃直接网购 避免被盘伤剥削 三观五月桃计划 让吃下的每一口多了份幸福的滋味 记者综合报道